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Security United,我是安东 今天我们要一起开箱的这件小裙子 它来自一家日本的Lolita中古店 而中古店顾名思义就是贩售二手商品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店的名字叫做Wonderwellt 应该是这样发音吧 然后这件裙子呢 而这件裙子来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就是Julian Justin 这是一件Julian Justin很早之前的一件古早款 我个人呢其实非常喜欢中古店还有二手店 因为它们不仅物美价廉可以买到很多很便宜的裙子 除此之外呢有可能可以逃到一些很早很早之前出的很稀有的这个古早款 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也是来自Julian Justin的一件古早款 然后这个裙子我也是在Wonderwell上面买到的 超级漂亮 就是打开它的那一瞬间 倒吸一口 倒吸一口冷气太漂亮了 就是有很多Julian Justin非常这个标志性的这个点点的纱这样的材质 然后拼接的这个粉色淡粉色的棉质的蕾丝 就整个颜色就是那种很淡 然后带一点点灰就很优雅很温柔很恨苦那种感觉 超级漂亮 然后这个衣服就是这一件的话是还带吊牌的 就装它也非常新基本上是没有被使用过 然后价格的话比当年的这个零售价格还要便宜 所以真的是非常值 尤其是和现在的日牌价格相比 现在的JJ也是非常贵 然后这一件真的是超级便宜 而且就是古早款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古早款他们发布的那个时候 我们的人民币汇率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能用现在的汇率 而且还是便宜的价格买到 真的是超级开心 Wonderwell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台小姐穿的这一件也是来自Julian Justin 这个的时代我倒不是很清楚 不过应该也是我入圈之前 所以也得有三四年了 哇超级好看 但是这一件是在另外一个二手店买到的 然后这个呢 它的这个樱花主题是 彭巴杜夫人是吧 前段时间AP好像非常喜欢这个彭巴杜 它出了一个以它这一身造型 这个配色为主题的裙子 也是非常非常地好看 这个裙子呢它有樱花 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这种巴洛克装饰感 非常好看的这样一个暗纹 然后整体的颜色也是符合彭巴杜夫人 身上这个非常经典的孔雀蓝色 真的是超级好看 而且这么一件呢 我觉得非常日常 我觉得你就是穿它去参加一个稍微正式点的活动 去看画展什么的都非常合适 而这些古早款的小裙子呢 它们除了非常貌美非常好看之外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们很独一无二 我知道有一些洋装它们非常的受欢迎 尤其是进行了受注再犯之后 会变得那种人手一条 罗娘校服这样的感觉 但是这样也很可爱 你可以穿它进行双子三子 或者是七子八子十一子都可以达到 但是有些场合有些时候你还是希望能有一件这种独一无二 然后不太会和人撞衫这样的洋装 而这些早年款呢因为当时入圈的人非常少 所以当时真的去买了这些裙子的人也就非常少 所以可以说真的是很难看到第二件 就是有一种独一无二很特别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的话 也是非常推荐去寻找一些这个古早款的 好的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一件吧 我都点出汗了 太激动了 颜色很好看 太棒了 我觉得WonderWow这个网站上面它所有的衣服照片都是实拍 然后就我的经验观察来讲我觉得色差没太有色差 基本上到手的话就是那个屏幕上的颜色 这一点可以安心购买 我们来打开这一根 啊好看这个颜色 天哪 我觉得蛮像这个 比这一件更发绿 这一件还是有点偏蓝 然后这个更发绿 这种蓝绿水绿 就这种好看 好看 我觉得 这种褶皱 这种Raffles 永远不嫌多 就这种把手埋在布料里面 可以看一看啊 好的 这是正面 对 这样一件小型色 超级好看 可以看到里面 朱莲扎心的标 这个是size1 size1 对吧 而且这个JJ 也不是JJ了 我觉得其实所有日牌早年款的尺寸都会小一点 所以如果你穿现在的JJ E码有点大的话 那你还是找官网改吧 但是你也可以考虑一下JJ的古早款 古早款的E码它会小一些 好看 超好看 哇 而状态超级新 就是完全没有使用痕迹 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过的一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女孩子 她可以通过这个物品发出的声音 而看到这个物品的过去 如果是能看到这个裙子 是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在这么多年之后到我手里的话 应该是非常有趣的 总之就是超级好看 啊 好好看 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漂亮 然后就JJ这种纱 反正我个人觉得挺喜欢的 它这个纱 好像 那次西子叶也给我说 就是那个 教堂 因为花的那一层也是类似的 就是一个JJ经常用的面料 然后他说 那个料子其实不太容易抽丝的 就是他研究了 他研究了一下那个织法 然后就说其实不太容易抽丝 但是无论如何 啊 太漂亮了 这个裙子就是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三点吧 第一是这个绿色的颜色 特别好看 这种水绿色 淡淡的 然后带一点蓝 非常非常美 然后其次就是它这个 很多褶皱 你看 哇 这是超级漂亮的裙摆 我觉得像这样一种蛋糕层的 这种裙摆 重点就是这个褶皱 一定要密 是吧 而且就是沙这样的质感 它非常适合做这种ruffles 因为它 这个打了很细的褶之后 不会 不会鼓起来 或者不会这样支撑着 这种感觉 所以这种流畅的这种flow 我已经不会说话了 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特别喜欢的 就是这个蕾丝 我知道有蛮多人 不喜欢这种蕾丝 他们会说 像桌布 像窗帘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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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真的穿过古镯 或者见过古镯的话 古镯上面就是这样的蕾丝 那个年代没有别的蕾丝 所以在这个 作为一个古镯爱好者 我觉得这样的蕾丝 反而更能给我那种 复古的那种优雅气质 所以这也是非常 这个个人品味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个人的话 很喜欢这样的蕾丝 太好看了 谢谢你 Wonderwell 我爱你 我爱你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试穿一下 这一件 那么这里就是上身以后的样子了 好看 我觉得这一件 绝对是我最近两三年以内 拿到的性价比最高的 AP那个茶汇款也很好看 但是性价比 这个的价格是那个的大概一半了 或者三分之一 这个效果 太好看了 其实我刚才穿那件粉色的 也是我收到之后第一次 正儿八经的全套试穿 真的是就一边摆pose 一边转圈的时候 那种幸福的感觉 就是这才是 Lolita给人带来的幸福 而这一件我觉得其实很多方面和那一件很像 就是颜色也是相对的是吧 然后裙摆也是这种 就是多层的 然后加很多Raffle这样的设计 也是这个布料加蕾丝这样的拼贴 然后我觉得真超级超级好看 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而且Julian Justin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她的很多裙子都可以当小礼服穿 就像这一件 就里面不穿衬衣这样单穿 也很好看 就是那种很适合比较厉害一点的场合 去这个眼睛四座一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超好看 而且如果所说这个Julian Justin的早年款 size one要小很多 就比如说这一件 它这个版型cut基本上和最新出的那些教堂啊 什么的芭蕾差不多 但是这个腋下 就是很合身 完全没有说多出来一块 这样的感觉 对 但是你们也知道我这个胸还比较小 所以如果你们要这个注意买size one的话 胸太大的话可能会放不进去哦 我觉得买罗里塔古早款和这个桃古着 有音曲同工之妙 它真的很看缘分 首先款式你要喜欢 而且尺码还要合适 然后还要正好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 让你看到去下单去买 所以真的是 买到了这么好看的裙子 实在是太开心了 这件一定是我会珍藏一辈子的小裙子 Wonderwell这个网站 其实我关注了很长时间 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段时候是 每天都会刷一两次 这么狂热 而我这一份狂热 也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我不仅买到了那件粉色裙子 我还买到了 Victoria Maiden凡尔赛 绿色OP set 微暗凡尔赛 也是我的这个大怨念之一 是吧 因为当时看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很出彩 因为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做 这个玛丽皇后啊 凡尔赛 觉得VM这个也不是很华丽 然后就没有很重草 但是后来看到微博上面 有一个妹子 po了一次图 就觉得 爆炸 太好看了 但是国内买VM的人不多 所以就是 根本就求不到 就有的人都很少 愿意卖给人就更少了 所以一直买不到 然后后来在Underwall上 看到的那一瞬间 就肺腾 太激动了 所以再来一遍 Wonderwall我爱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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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话说回来 这么好的网站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向你们推荐呢 因为我也是人类 我也有私心 我承认 对吧 像这样的古早款 就一件 如果你们买走了 我就没有了 就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就一直出于私心 我真的没办法 把这个东西推荐给你们 但是后来也是前段时间 在微博 收到了这个Underwall的这个邀请 希望我来给他们做一期 这个视频 来安利一下他们这个网站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良心 这个终于收到了 最后的这么一推 我决定这个好东西 还是要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这个新的裙子 我刷不到 那就是命中与我无缘 如果这个电视机前 不是 如果屏幕前 有哪一个姑娘 可以因此而买到 自己喜欢的裙子的话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欣慰的 而Underwall自从那之后 我也是见证了 它一步一步的发展 我觉得它做的最好的一点 最聪明的一点 就是它很重视中国市场 现在它这个网站呢 是可以全部变成中文页面 它们有中文客服 有中文的官方微博 而支付方式也是支持支付宝 所以对于中国的客户来讲 去购买他们的商品非常容易 而现在Underwall不光是做二手 它们还提供这个 反正就是法语花的意思 就是它这个副牌是提供日牌 各种新做的代购 所以通过它们可以买到 各种各样牌子的这个新品 然后应该也是六代购费 因为是这个官方代理嘛 我认为任何一个聪明的商家 尤其是日本的Lolita商家 都绝对不应该忽视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非常重要 而我觉得Underwall走这一步很聪明 所以正好也给我们提供了便利 所以就是诚心的推荐给大家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件 购入于Underwall来自 朱莉安之阿庆的古早款 JSK的开箱和试穿 我想不用我多说 你也知道我有多么喜欢这件裙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所以我希望屏幕前的你 也能够开开心心的穿小裙子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